為什麼早期癌症病人需要去考慮免疫治療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手術完後 其實台灣人手術完後常常會吃一種 特別的術後療養的補品 就是七星鱸魚 為什麼要吃鱸魚呢? 因為很可能是過去的民眾營養不好 所以開完刀後傷口恢復的能力 因為平常營養不好 就需要在手術之後要去補充一些營養 鱸魚本身就是一個富含胺基酸 富含一些鑫、富含一些鈣 能夠幫助傷口癒養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鱸魚本身有一些所謂的免疫活化的蛋白 它其實會讓所謂的手術後的免疫系統會活化 會讓傷口感染的機會會減少 然後在今天跟今天講的主題有什麼關聯性呢? 其實很早就發現一件事情 在手術之後 其實因為手術的過程中間 會產生一些所謂的創傷 甚至會產生一些所謂的感染 甚至會有一些血液的流失 甚至在麻醉的過程中間 因為麻醉的過程中間 會有一些低溫的現象 甚至是病人要去開刀房 開刀房等著半死 或者是一些麻醉藥、止痛藥等等的原因 或者是之後傷口癒合等等原因 都會產生一些問題 會產生一些所謂的腎上腺的激素 會產生一些所謂的血管新生的因子 這些東西都會使得所謂的免疫抑制的細胞 比如說T-REG 這個所謂的M2的Mucrofage被活化 這些免疫細胞都是用來抑制免疫的 所以手術之後呢 其實免疫功能是變不好的 變不好的 而且呢 它這些免疫的細胞 還會去抑制T細胞 還會產生 還會經由PD-L1這個機制 PD-1機制 讓T細胞功能變差 讓NK細胞 自然殺手細胞 變得不好 但E細胞跟NK細胞其實都是免疫細胞 就是免疫活化細胞 免疫的活化細胞 所以開刀完後 其實有種種的原因 會讓T細胞跟NK細胞的能力變差 所以呢 開刀完刀後 其實免疫功能是受到抑制 如果你身上又有殘留一些癌細胞 這些T細胞 本來就已經在癌症的形成過程中間 它已經受到一定的抑制 但是如果在經由手術的過程 跟手術復原過程中間 其實手術之後的T細胞跟NK細胞 會比手術之前更弱更差 更受到醫治 所以手術之後其實是免疫系統最差的時候 所以難怪我們老祖宗告訴我們說 手術之後要去吃七星乳魚 因為七星乳魚 有一部分是可以去調節免疫的作用 讓這個T細胞跟NK細胞可以活化 再加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手術之後其實 如果即便是你有 手術之後身上是有殘留一些癌細胞 這些癌細胞經過所謂的疏後的輔助治療 很可能可以讓癌細胞的殘留量選少 可是這些殘留的量不可能完全到零 沒有辦法完全到零 因為這些術後的免疫治療 術後的放射線治療 化學治療 它的治療的效率還是有一定的極限 它不可能讓身上癌細胞完全變到零 通常大概會留下一千個到兩千 到數萬個癌細胞 這時候你要靠你的免疫系統去抑制 去把這些癌細胞去撲殺 可是你的免疫系統就因為你得了癌症 你的免疫系統本來就比較差 就像手術之後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去調養 或者手術之後已經讓你免疫系統 又盪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這時候你再看 要靠你殘留的這些不太好的免疫系統 要去把那些殘留剩下的幾千個 幾萬個癌細胞去完全殺滅的機會是不高的 所以有人認為說在手術之後 還要再加一點免疫治療 就是說手術之後要鼓勵病人去運動 甚至去做一些所謂的什麼氣功瑜伽等等 就是希望強化身體的免疫系統去殺死那些 所謂經過術後治療還有殘留的癌細胞 殘留癌細胞 然而如果當你的手術的術後的免疫 的這個輔助性治療效果不好 我剛剛提到大腸癌的例子 還有20%的病人沒有辦法 因為術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 把癌細胞殺死 把癌症控制住 這時候當癌細胞沒有被你控制住 沒有被你殺死的時候 它會開始從骨底再慢慢的反轉回來 從殘留的幾千個幾萬個 再慢慢的變多變多 甚至又變得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會讓它反轉呢 其實有一部分也跟守住之後 免疫系統受到抑制 會比原來術前的免疫系統更差 你又做了一個術後的一些化學治療 無形之中又讓免疫的功能變得更不好 所以無形之中讓這個癌細胞又有機會 因為免疫系統又被你的後續的一些治療 或者是手術的一些過程中間 抑制以後睡著了 又讓它這些癌細胞又重新的猖狂起來 重新活躍起來 於是就讓癌細胞又復發了 當癌細胞復發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個腫瘤 你又發現又復發了 那個癌細胞